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有問必答的環節 在我身邊繼續有Harry 去解答家庭觀眾的問題 另外也呼籲各位家庭觀眾 如果有股票的問題 可以打我們的二線電話 2804-6566 或者傳電郵給我們 電郵地址是askask at bschannel.com 歡迎各位提出你們的股票問題 事不宜遲,我們立即接聽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由陳小姐,陳小姐你好 你好,我想問一隻股票是269 我昨天沽出了,沽出的價格是036 今天轉了個號碼是2913 2913 明天就是20合1 明天好像應該是除靜 如果是這樣,我好嗎今天又買回它 它公股就1公4,公股價2號 那有沒有問題呢 2913暫時正在6毫1 今天的跌幅是超過1乘2 那應不應該公股,應不應該再入貨呢? Harry 這秒鐘,如果要回答也挺難回答 其實我先看一看 293、2913 你駁它公股,中間會不會有肉食呢? 機會是有的,但是問題是 是不是真的這麼薄呢? 我覺得這隻股份做這麼多動作 其實會不會說中間還有 要家庭觀眾的陳小姐 你自己本身對它有一點興趣先 以現階段,其實最新的一些消息 都說到其實周大福企業他們增持 接下來它會搞些什麼動作呢? 以以往的波動性上來說 我就建議你,不如你先等一等 預期你都已經走了 中間公股的過程,你駁它那個機會 我覺得風險很大,很難平衡 所以現階段,我建議你不如坐在那裡 再慢慢看看接下來怎麼辦 純粹問我公股那裡 它有一個吸引性在那裡 但是中間的過程會不會說 有些資金又有些炒作 或者是通常這些時間的波動性很大 所以我建議你,不如你等一等 好啊,陳小姐還有其他問題? 我先說一下 其實我根本是昨天走的時候 我買入價的時候是一毫子的 我昨天是0.03走 其實我都輸很多錢的 我輸30萬股 所以我一毫子買 其實我輸這麼多 現在我想駁回它 少少拿回 那是不是應該不應該再買呢? 今天 我就建議你,既然如果你輸了這麼多 一來,本身 我明白那個心理的 可能都有點不服氣 但是問題是 你是不是駁回同一筆錢 在這股份上? 既然你都已經輸了這麼多錢 其實你對公司的信心 其實是否還有在呢? 我覺得,你駁回公股 你延中覺得是在駁回 你駁回的心態 一定是在想駁回贏的 我自己作為,你打上來 我都會勸你一句 是否一定贏的呢? 這股份以往的波幅 又或者在形勢上 都已經輸這麼多的時候 我建議你不如 還有一筆錢的話 你不如駁回其他穩陣的股份 我明白,你想追得快些 但是在風險上 就很難去平衡 以往這股份 那個走勢上來講 波動得這麼厲害 為什麼我會這樣推薦你呢? 好啊,明白嗎? 陳小姐 我想問這句 問這句 好啊 他現在 他昨天是 是否應該是周七號 現在他跌到0.061 0.61 是否已經是 相反來說 他已經是 有一個波幅在這裏 有一個波幅在這裏 但是怎樣走呢? 因為這股份 其實他的資金的來源 可能都有一些歸邊 接下來的走勢 很難一秒鐘地踏到你 所以為什麼我說 風險平衡不了 因為其實老實 這些公司來講 你哪是看那些基本因素的 你都是看那幾個 幕後的莊家 會不會有些炒作 但是接下來的故事上來講 我不擔保 會不會說真的會有些動作 但是就是說 為什麼 在我們的角度上來講 很難在現階段 再勸你進去買 因為表面上去看 已經跌了幾多 好 多謝陳小姐的電話 我們有第二個電話 有余先生 喂 余先生你好 是 我想問 光能金融397 今天才買的 是 多少錢買的? 0.136 好 君陽金融編號397 暫時做1號3,4 跌幅近3% 現在跌了少許 應該怎樣部署 這隻股份的走勢是一般的 現在變成軍陽金融 搞證券行 接下來會不會說有些動作 我不排除它會有 但是你看圖上 又有少許解釋到 又1號3,4號 又2號3號3號 未見到它停 所以 如果你現階段 1號3,4號 去買 我覺得 你不如小心點 擺紙蝕 一穿1號3號 其實就不如離開 因為你接駁就是它反彈 接下來可能會有些動作 但是你這麼多交易的走勢 都是跌下去的時候 你需要小心點 余先生還有其他問題嗎 余先生還有其他問題嗎 沒有了 謝謝你的電話 另外我們都收到一個Email 就是問3336 想短炒的指洩和上網的空間有多少呢 還未買的 如果是巨騰國際的話 本身份業績就是一般般 它中期純利只升14% 這隻股份它一向炒開的 就是搞一些電腦的類學 或者手機電話的學 有少少似是一些手機的設備股 或者是電腦的設備股去看 你見到那個股價 就不停飆升上去 但是現階段 我見到它滾下來 大概都在4.4裡面見到頂 之前那陣聲勢很明顯是什麼 就是人民幣貶值利出口的因素 一直這樣產上去 會很快 但是現階段 一回起來 我很難猜它會回多少 因為它是這次 是由2.56到4.3 你想想這幅度多誇張 所以一回就回下去 會不會落到那條50天線呢 機會都有 所以我建議你不如等等 況且市場就不是很流行炒這些東西 所以我建議你不如等等 最起碼我都會看到 看它4元這些大位是否受得住 我才會想這些股份 好 另外有第二個Email 就是敏儀333 長城汽車 暫時在做10個1.4 今天的Default Icon 1% 見到其他的汽車股 都有一個向下的勢頭 應該怎樣部署呢 那些錢就剛剛走那些 炒一些金融股 我覺得長城來說 現階段它本身是未買的 未買的 我覺得你不如等到10元以下 甚至下9個半線 它本身的SUV 大家在觀望 之前有個減排減稅政策 1.6L以下的車 就有減稅的措施 看最終的數字出來 究竟是刺激到多少 我覺得你可以想一下 10元以下購買 大概9.5元這些位置 那你就駁它 它的銷程做得挺漂亮 當然 當你9.5元買 你放指洩是9元的 因為其實 每個月的數據上 近幾段時間做得更好 但稍然還是有些波動 所以你放指洩 去管理整個風險上面 會比較穩陣 多謝Henry的分析 我們一齊看這個版塊 最新繼續吧 比亞迪下跌1% 步49.45 東風集團靠穩 步11.8 吉利汽車跌1% 步4.15 華晨中國跌2% 步10.9 廣氣集團是靠穩 步7.38 長城汽車跌1% 步10.16 恆指最新報23112點 升58點 大市成交621億 這節時間差不多 先和Henry做新報 剛才提及過的股份 或者指數相關資產 你有持有嗎 沒有 稍後回來有更多的直播環節